哈喽 大家好 我是BRODY 我们又见面了 那上一次我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讲关于我的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要买的球鞋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闲置 后来没有怎么去穿它 那实际上我也发现 不止这个球鞋 包括衣服 帽子 裤子 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买了一堆 然后不知道放在那里干什么 也不穿 那就像我今天这个 手上的也有一件T恤 我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T恤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印花图案T恤 那这个呢 现在也是闲置的一个状态 那当时为什么会买它呢 是因为我在朋友圈 看到有一个小伙人做设计的 做得挺棒的 抱着一个支持的心态 当时呢 他这个衣服呢 最大是大马 那这个大马呢 估计就是175左右的人穿 会比较合适啊 但是没有这个加大马 我本人的身高呢 是181啊 所以呢 这个就 穿上去感觉就有点小 但是呢 又想支持它 觉得它设计的不错啊 就买了下来 当时是 也不是很贵 88块钱买的啊 那后来呢 就没有穿它嘛 一直闲置在那里 那说回闲置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 这东西其实是蛮难处理的 因为 我们自己 包括衣服啊 鞋子啊这些啊 很多其实是新的 但是呢 你去卖掉呢 你可能卖不起价格 而且本身买的这些东西呢 又不是非常的贵啊 所以呢 就很难去处理它 那怎么办呢 我就想到一个法子啊 就是 我们自己有闲置 那我们的朋友 是不是也有这些 闲置的东西呢 那我就在 昨天下午呢 就已经发了一条 这个闲置交换的 这个朋友圈了啊 可以看到很多朋友 是吧 也来给我留言回复啊 说愿意跟我来进行这个兑换啊 所以呢 我就看中了一个哥们 因为为什么呢 他平时还蛮喜欢买一些 潮流的物品的 那他在下面给我留言啊 我说啊 OK 那我就可以去跟他 来进行这样一个交换啊 那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啊 我能换到一些 什么样的东西啊 他昨天给我留言 我就马上联系了他 等一会儿 我就会带大家去看一看 我究竟换到了什么 Hello 各位观众 我又回来了 那没错啊 我现在就在 要跟我交换 闲置物品的朋友家楼下 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库啊 因为他也刚下班回来啊 诶 我在你这地库了 诶 诶 Hello Long time no see 诶 在拍十拼是吧 诶 拍十拼了 这是哪里的话 是不是要说说普通话普通话 大道夫吗 你好 你好 我是一个成都人 这就是我今天要换这个闲置物品的朋友 小弟弟 不是小弟弟 好兄弟好兄弟 好兄弟 我们的互联网天才蹦迪手 对吧 你是我的自媒体的这个个人介绍 你有看我的自媒体吗 有 我天天都看你们讲 我要给你留言吗 好赶紧 给我上去 我们先上去再聊 OK 那我现在就位于我朋友这个Sky的家里啊 那我一进来了我就看到一些东西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拿这些东西来跟我进行这个交换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哪一个呢 大家觉得我换哪一个东西好一点 我觉得都蛮吸引我的 那其实我说话也不算数对吧 那要问一下我们Sky 今天想要拿一个什么东西给我做交换 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讲 我觉得那个服还不错 服那个是吧 那个达摩兔叫 达摩兔 帮我命给你好不好 这有点严重有点严重 知道什么叫传家宝 那个那个东西贵吗 8000 不贵但是他很稀缺就是很少 等你再换几轮换到更棒的东西 我可以考虑一下 我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要给你换的东西 是吗 好那那我期待一下 照理来说吗 你应该先验一下货对吧 我那个衣服 带过来了 我先 之前你朋友圈有讲过 对对对朋友圈 发的就是这个衣服啊 这个 对 其实就是质量还不错啊 你的应该可以穿你的马术 我知道 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这个贴纸 可以只换这个贴纸吗 这个贴纸真的蛮酷的 我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 这衣服也是一样的图案 衣服也是一样图案 挺帅的 这个就是一个自由女神和一个观音嘛 观音 对就是我朋友圈的一个小伙子 他自己要做的这个原创 自己做的吗 对对对对 他品牌是这个 还挺有意思的对吧 可以可以让我准备的东西应该刚好差不多合适 是吧 挺类似的蛮类似的 挺类似的 不是那些吗 哈哈 命给你 哈哈哈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SKY到底给我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稍微期待一下 那这个就 对你收下吧 你收下吧 你你你考虑一下 你不考虑一下吗 你相信我给的东西吗 我不用考虑 我觉得你只要能给我的东西啊 应该都不错 身为一个互联网天才蹦迪手 怎么可以随便拿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肯定要上得了台面的对不对 对其实蛮收藏品蛮多 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国潮吧 现在蛮流行的 嗯 也是一个那个国内的设计师做一个品牌的一个包 这是应该是他们的包装吧 对包装就蛮多 这个是初三对吧 这个初我也不知道 叫什么 这上面写中式潮牌 中式潮牌 是这样的 久仰 我们要给观众好好看一下吧 展示一下 这些久仰的这个包包啊 打开吧 我们要不就 那可以 这是一个相当于这种皮质感觉的啊 我觉得对这个这个包其实蛮多背法的 嗯 然后现在现在不是流行往前面 我自己也现在也喜欢背这样子的 对 跨包 可能这种中式的会会比较有 有特色的 特色感觉 哇真的是全新的 我 你一次都没用过吗 我没用过全新的 我竟然也换到一个全新的 我以为他会给我拿一些什么原味的袜子之类的东西 你想要也可以 不需要不需要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我觉得非常棒这个东西 那就第二 第二 OK那我们今天呢 算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了 要不这样吧 嗯 就如果这个包包呢 嗯 就我们这期视频的点击率够高的话 嗯 我就跟观众去换 你就再换 因为这是原主人嘛 我得就尊 就稍微询问一下 对吧 别人的意见 别人毕竟跟我换了 然后突然又不见了 对不对 我我得交代一声 这个如果 我的点击率 你觉得说一个数吧 多少我可以去跟别人进行一个交换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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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万吗 二十万二十万 二十万有点太夸张 有点夸张 我觉得这样吧 两万 两万 两万好不好 两万 然后我就再去跟观众去换 嗯 可以期待你最后换来到别墅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的好兄弟Sky伸出援手 因为我昨天发了那条朋友圈之后呢 很多来捣乱的知道吧 就没有什么人跟我换 但有一些呢 我会觉得 呃 说白了 我就是看你这里很多有趣好玩的东西 对吧 你是第一次来我家吗 对我第一次来 嗯 原来原来都在外面蹦迪 嗯 经常在外面 非常感谢Sky了 啊 有机会我们再多多的交流 好吧 OK好 See you